哈喽 大家好 我是YES 今天我要介绍你一种果树 这种果树来自于阿拉伯 而且这种果树它开的话 是开在里面 没有开在外面的 在伊斯兰经里有记载 这种果树 是这样 几千年前 那边华文说过 这种植物 去上天 跌下来坏坏 被人来 以各种 疾难 执政 而且在有的圣经里有记载 它的传说是 有一个 传说这种树 叫手之神 四五千年前 有一个王子 叫Prince of Rodegaard 曾经被捉了 和妖女追赶 就是这种树 救了王子 Prince of Rodegaard 一直到现在 都有一种这种树 核心果树 这种果树叫做 无花果 它的英文叫Fix 马来文叫Watting 它的别名是阿易 印日果 悠坦波 蜜果 文鲜果 奶酱果 品鲜果 天生酯 它的腥味 甘甜 它含有多种氨基酸 例如 苹果酸 草酸 椰胡锁酸 琥珀 饼鱼酸 芒草酸 奎凝酸 甘油酸等酸类 它也含有 维生素 矿物质 脂肪酶 蛋白酶 以及多种成分 在本草干木 有记载 无花果 蜜蜜 蜜蜂蜂 蜂蜂蜂 消肿痛 解疮毒 在传统上 一般上 是拿来治 肠炎 蜜疾 便秘 痴疮 喉痛 蜂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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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作用 拿150克的干的无花果 加适量的冰糖 拿来水煮 有帮助于治疗 肺热 咳嗽 咽喉 肿痛 每日喝一次新鲜的半杯的无花果汁 有帮助于治疗 哮喘 也能预防高血压 冠心病 加强细胞 起到良好的防癌作用 谢谢你的观赏 星马草药自然一些 拜拜 是 25 20 2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